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主内平安 今天是1月20日 欢迎你们来到每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 满足身心灵 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 撒木尔上第15章第16至23节 撒木尔对撒乌尔说 住口 让我告诉你 上主昨夜对我说过的话 撒乌尔答说 请说吧 撒木尔说 虽然你自以为是最微小的 你岂不是已成了以色列众支派的首领 上主不是曾给你富有 立你做以色列的君王吗 上主派你去打仗 曾吩咐你说 去剿灭那些犯罪的阿玛勒克人 攻打他们 直至将他们完全消灭 为什么 你没有顺听上主的命令 只顾急忙抢掠财物 行了上主不喜欢的事 撒乌尔回答 撒木尔说 我的确听从了上主的命令 走了上主指给我的路 擒获了阿玛勒克王阿加格 毁灭了阿玛勒克人 但是君民 由当毁灭的胜利品中 选出了最好的牛羊 要在基尔加尔 祭献上主 你的天主 撒木尔回答说 上主岂能喜欢全凡祭和牺牲 胜过听从上主的命令 听命胜于祭献 服从胜过绵羊的肥油脂 备命等于行补 顽抗与敬拜偶像无异 因为你拒绝了上主的命令 上主也拒绝了你做王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 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人是灵魂和肉体所构成 所以要过均衡的生活 要同时满足心灵和肉体 然而 当人远离天主 无法得到属神的欣慰和满足 这时只能靠追求物质 来满足肉体 但我们都知道 物质没有办法填满心灵的空虚 太多人不愿去面对这事实 所以拼命追求物质上的享受 吃喝玩乐 贪知识 贪学历 贪权力 但不愿意靠近天主 也不愿意去做真正让他幸福圆满的事情 人是多么矛盾的 在今日的圣言中 撒乌尔王 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 就是因为贪婪而远离天主 身为国王 他被天主拣选带领人们走正义的路 但自己却只顾急忙抢掠财物 被先知 撒乌尔发现时 还继续欺骗自己 欺骗天主说 他选出了最好的牛羊 要在基尔加尔 寄宪上主 可是他这样做 其实只是为了安抚自己的良心 被不安全感催破的他 只好抓到眼前能看到的东西 撒乌尔王的行为 就像有钱人大笔捐款 但在背后行不正义的事情 如剥削穷困者 欺负无力者等等 贪婪是人性软弱之一 他也等于敬拜偶像 但今天圣言告诉我们 只有听天主的话 照他所吩咐的去做 才能满足心灵的空虚 让我们诚实地 面对自己的私欲 也求主帮助你 不受到私欲的迷惑 贪是万恶之根 多反省自己 看看是否因为贪 而过得不愉快 因为贪心而让你犯罪 让我们品尝圣言 心里注视着那渴望满足你的天主 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 意识到这一天 有什么事让你不满足 最后 让我们静下心来 全心祈祷 主耶稣 求你给我知足常乐的心 让我渴望你来填满我 因为只有你是我的幸福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注视着天主 来满足我们的身心灵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